Hello FHM的幫友 大家好 我是艾比許佳玲 從今天早上就是開始拍7月份的FHM 然後對我來說其實是還蠻大的事 因為我第一次拍這麼性感這麼low的東西 也是第一次拍FHM 而且我從來沒有想過真的會有一天FHM會找我拍 然後我覺得是因為這樣我就是終於願意大突破 因為對我來說還是蠻有壓力的 可是是一種很開心的壓力 今天拍照的真的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穿這麼少一拍 就是希望大家看然後喜歡覺得拍得好看 我其實做了一些準備 我就是看別的女生拍的照片 然後看那些美國藝人怎麼拍就是FHM 然後看他們的就是表情面身身身體知識 可是我發現我看這麼多看我自己要拍的時候 我完全都忘了我都沒辦法記住 所以好像真的是要靠自己的感覺然後自由發揮 我自己最有信心的部分 其實我不知道很有信心自信的人 我覺得我最滿意的就是 我覺得我睫毛還蠻長的 我都不黏假睫毛 所以那個是我唯了百分之百滿意的部分 其實當宣傳完了 我第一次在大衣屋上的電影 就是鋒鋒天堂 然後我其實裡面 我演了一個角色也是對我來說一個大不錯 我演的是 我是跟大衣層小販情侶 然後為了養她 她是一個就是地下的樂團 然後她一直玩樂團沒賺錢 所以我要養她 然後為了養她就是我開始 我去跳鋼管舞 然後我裡面有一段鋼管舞 其實還蠻主播的 而且導演也沒有講就是要露到哪裡什麼 可是這樣很臨時在我在現場的反應 就是我一邊跳 然後突然我聽到導演叫我就是 叫我把衣服撕破 然後我以為我聽錯 然後她再講了兩三次 我就喔好 然後我就撕破了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這樣 還沒有給爸爸媽媽看 希望他們可以跳過這一段 好難想像一人有兩個禮拜的暑假 第一件事我會做的是 可能第一天第二天我就會睡了 終於睡了 然後看電視 因為我發現我最近都負責錄上電視 可是我很少有時間看 我都沒有好好看 因為我在工作的時間剛好多在播 所以就是錯過很多 我會 我一直很想看就是台灣的比較 就離開平台北一下 可能看中南部的還是山上的地方 可能住的民宿 因為之前就是我看過在電視上 每次在雜誌上 就有介紹一些民宿啊 而且都台灣然後可能也不遠 可是我都沒有時間的機會 好好就自己去一下 就算我一個人去我也覺得 會蠻舒服的 還是我帶我的狗狗去 我會覺得真的也還不錯 蠻想做的 其實最近我除了演藝的工作 我也在同時忙兩個副業 然後其中的一個已經開始 我們網站已經做好了 然後已經開始買了 就是我的手工餅乾 看得到嗎 我的餅乾最大的特色是 美式手工餅乾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很全心 很認真在做這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多多支持我們的iBake 所以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ivbake.com 好有趣喔 要不要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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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